而前总统陈水扁即将入肩服刑 两位妹妹陈秀琴 陈秀金 上午呢是到土城看守所来探望哥哥 而根据转述呢 陈水扁是低名妹妹 未来要替他尽小道 想要跟他讲什么啊 对啊 对啊 那这种中间是你怎么看 赶在发现前北上探视亲哥哥 前总统陈水扁两位亲妹妹 陈秀琴 陈秀金相当低调 不过对于陈日中召记案败述 陈水扁透过妹妹有些话想说 陈先生总统也希望 至终不要被击倒 因为选举快到了 那一些司法这么快速的来处理 其实大家都就能够了解 其实都是冲着选举而来的 就是要打压至终的选情 那陈先生总统也告诉 请至终不要被他击倒 在基层努力的拜访 来赢得选民的支持 诉求政治介入司法 陈水扁期盼儿子继续打拼 延续扁家这只香火 人在看守所那一集 将面对的是19年的刑期 陈前总统最想告诉扁妈 妈妈请你 陈前总统是请他们转达扁妈 请他不用为他担心 他会非常的坚强 那总是冬天再怎么忍 总是会过去 那他特别也请两位妹妹 请替他们 请替他待机孝道 陈日扁何时发肩 目前台北看守所高度保密 不过他已经开始打包 十几箱的私人物品 将由江志明领回 陈日扁已经做好 入肩准备 中间新闻 郭小林玉桥 A村小组 台北报导